其實我們作為香港人參加一些娛樂節目 數碼娛樂 其實我們發現場地很限制 香港先天的缺陷就是我們找場地 接著就很辛苦 現在我們都有不同的本地的 例如 合作合作 然後他們本身其實因為找場地很困難 所以其實我們發現很多本地的表演團隊 無論是音樂、舞蹈 他們慢慢都嘗試做Metaverse 而我們最近合作一個叫做Winz的Orchestra Winz Platform的Orchestra 是一個本地的NGO 他們本身每一年就因為場地問題 一年最多可以做兩次 因為我租場是要排隊 又要很貴 他們本身都是一個NGO 但是通過Metaverse我們跟他們做了第一場之後 他們發現原來我們本身解決了場地問題 我在我們的工作室裡面 然後再用一些設備 然後在Metaverse裡面的觀眾 還可以輻射全世界 在作為一個Web3 由Web2傳統進入Web3 我面對的問題絕對是人才問題 香港就因為行業未完全發揮得很好 所以在人才自然就會較慢 但是看回可能其他地方 他早前一早已經是推動 例如加密幣 或者推動一些元宇宙項目 特別是以內地 東南亞 菲律賓 這些地方他們特別是比較發達 所以現在我們這一刻 如果借助數碼來說 可能我們有項目要做 但是我們這一刻沒有人才 我們會引入海外人才 然後去協助本地 去枯發我們香港人的人才 我們需要更多的